嗨,我叫Ocean,我是拍片 今集想跟大家說一下攝影拍片中最最最基本的東西 就是曝光金三角 雖然今時今日的科技已經勁到可以什麼都自動 但我覺得如果你真的要認真學拍片學攝影 你一定要學手動曝光 因為自動曝光講到尾其實都是電腦程式 當然它現在越來越聰明,但未必每一次都合理意 而曝光金三角就是光圈、快門、感光度這三樣東西 我們會一件事講一下,第一樣我們會先講 光圈,真是一腳圈,可以放大縮小鏡頭裡面轉 大光圈越萌,細光圈越清,景深深淺效果都好型 11.42,2.84,5.6,81好像好難記 每一級雙倍光二進制,不用放數字大,圈越細,高劇不是大小 光圈快門,感光度 決定景深深淺動態快慢和對光的敏感度 好,光圈快門,感光度 過光金三角,拍片必要學,記得實有你著數 快門,好像水閘入水快門 不是開幾大,而是開幾快 set做每秒格數相配,拍片畫面靚光 快門一開瞬間,捕捉動態快慢 愈快愈清愈愈多殘影 六十分之一秒,一千分之一秒 一秒兩秒,視乎你的需要 光圈快門,感光度 決定景深深淺動態快慢 對光的敏感度 光圈快門,感光度 曝光金三角,拍片必要學,記得實有你著數 感光度,等光度 感試感做,set好ISO Phylm時代感光源了,決定對光的敏感度 ISO,不是讀ISO 希列文ISO,SKYEQUAL ISO.org,決定相機感光標準的尺度 今時今日相機公司都只是跟著做 用電力調節Sensor對光反應的程度 數字愈大,反應愈好,但雜訊就愈高 水盡可能,設得低一點效果就會愈好 光圈快門,感光度 決定景深深淺動態快 對光的敏感度 光圈快門,感光度 曝光金三角,拍片必要學 記得實有你著數 就是這樣,是不是很簡單 認識曝光金三角真的很重要 希望這一集幫到你去認識到 光圈快門和感光度 當你拿捏到這三個元素 其實你已經成功了一半 之後就出去試,出去拍攝,出去拍照 用鏡頭探索這個世界 多謝你看到這裡 拍片沒錯,是一點都不容易 可能又孤獨,器材又貴,然後又多東西學 但不要緊,Ocean拍片教學 會繼續跟你在拍片的路上一起走 希望我們都可以互相支持大家繼續創作 下次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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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